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处刑 对当众处刑 但是这也是我入坑的第一步 这时因为我还没加入激励政策 所以我一分钱也没有 直到3月2号的时候 那天我迎来了春天 一个视频 去肯德基吃到饱要多少钱 这个视频 一口气突破16万 让我闲鱼翻身 一下子拥有2000分 也成功让我开通了激励政策 然后你们是不是 我就能赚到很多钱 整整16万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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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分钱也没有 激励政策有个规定 要在三天后才能算钱 三天后 我热度都消退了 你在给我钱有什么用 于是三天之后 B站就开始逐天给我打款了 我说多少钱呢 就是这么多 没错 没有出乎意料 我的视频果然消退热度了 这还不是最难受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是3月23号才活的 那么说2月1号到2月23号 这50天里面 准确来说是53天里面 每天用心做十几个小时的视频的up主 换来的只有20 30点击 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住吧 如果你单单只是想赚钱的话 有多心酸 各位up主应该心有体会 那么说那么多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嫉妒 是不满 还是自卑 都不是 我是波金 一个新人up主 我想通过我的视频传递情感 后面我会找一份全职 视频可能会改为三天一根 或者一周两根 但我永远记得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你们 对我说 欢迎入住 头条新闻 是你们 积极地给我点赞 让我顺利地得到B站推送 是你们 是你们 在我一遍 又一遍地 只用我帮助 被救赎的 明明是我而已啊 说到视频开头 我赚了多少钱 我一共赚了 这么多 两个月里面 赚这么多 你觉得 做up主 是不是可行呢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如果还是赚钱的话 好 那我们视频到此也结束了 我是日爱用视频传递情感的 每次去up主 我是波金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